山西在這個月的6號舉辦了2024中小學生的田徑錦標賽 在開幕式上卻居然在現場播錯了歌 來聽聽 你沒聽錯在中國放的就是中華民國國旗歌 這樣不少網友驚嘆說看來有官員要倒大煤了 不過也有網友推斷說 這個是否應該是想要國際化一點 想要播放奧委會的會歌 結果沒有想到播成了國際歌